第八题 第八题呢我们看到呢 这个x呢用1带它去分母为0 分子也是0 那么我们再继续观察呢 我们发觉说它分母呢 有一个所谓x的三次方根 有一个分母的x的三次方根 那可见呢这个呢 是要用到三次方的这个因式分解公式 那我们再把这个公式呢 把它写在这边 这个a三次呢 减掉b三次 那它因式分解以后呢 它会得到a减b 然后乘以这个a平方 加上这个ab 再加上这个b平方 这是三次方因式分解公式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分子 分子这个x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这个x的三分之一次方再三次方 这个次方再次方次方相乘 所以这个x的一次方 这个1 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三分之一乘以3 那x的三分之一次方呢 就是三次方根 就是x的开三次方根 就是x的三次方根 那所以呢根据这里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分子 分子这个x减1 我们把它写在这边 这个分子x减1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呢 这个x的三次方根 它再三次方 然后减掉这个1 好我们这边画底线的这个部分 这个x就是这边这个x 那把它写成呢 x的三次方根再三次方 写成这个x的三次方根再三次方 然后这个减1呢 就是这边减1 那1就是1的三次方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对照上面的公式 这个a三次减b三次 那我们现在这个a就是x的三次方根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式里面 这个a换成这个x的三次方根 然后这个b呢把它换成1 那因此呢我们就要换下去 这个a是x的三次方根 那它这边是a平方 那这个a把它换成x的三次方根 然后乘以这个bb是1 然后再加上呢这个b平方 b是1 1的平方还是1的 好所以按照这里 按照这个绿色的 x减1我们就可以把它因式分解 用a三方减b三次方 这个因式分解公式 把它分解成像这个样子 那因此呢 这个题目我们再把这个分母抄下来 那这个分子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拆成 跟分母一样 这个x三次方根减1 然后乘以呢 这个x三次方根的平方 再加上这个x的三次方根 再加上1 1的平方还是1 我在这个位置 1的平方还是1 那因式分解之后 我们发觉说呢 这个分子分母 使得分母为0 这个因式呢 就把它消掉了 那消掉之后呢 整个式子它就剩下 这个后面这个括号 这括号是x三次方根的平方 再加上呢 x的三次方根 再加上1 所以呢 这时候呢 我们再把x呢 向1取近 因此呢 它1的任何次方都是1 所以这个向1接近 这个向1接近 它这后面1还是1 所以这一题最后答案呢 就是3 就是3 4 4 6